我们的知情同志人和社区各位民友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我受第二届北美华人财富论坛主委会自托 向大家致辞 2008年这个已经过去 但不能够提借 在2008年发生了事业的变化 每一次变化都是巨大的 百年不遇养 而最大的变化就是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给人们的生活跟经济 世界情绪带来了巨大损失 大家都是非常的 怀求持终的心情 来面对挑战 面对这种机遇 现在世界越来越全球化 互惠 合作是以后的发展方向跟主题 我们这次 尽管我们财富促部 刚刚开关 我们很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精致 取困难时期 给大家有一些 伺迹 有一些帮助 有一些 实质性的 利益 今天我们在做的都是社会精英 探讨精致 解决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重要的事情 我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有这个智慧 把大家聚在一起来 共同 共同 开招 未来 今天同时又是 新年 就是中国的新年快到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来 度过这个欢乐的时刻 我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 这个 民兴共和国 祝多伦多总领馆 总领事 朱陶英女士 致辞 首先 我们欢迎大家 去陶英 总领事长 的国家 在中国的 来 订阅我们的 订阅 来 让我们欢迎她 一大声 谢谢大家 各位桥团领袖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同时呢 也借此机会 请祝 乔包们 朋友们 新年愉快 万事顺意 当前 全球金融动荡 在深度和广度 都不断的发展 已经从局部 蔓延到全球 从发达国家 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 从金融领域 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 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 其严峻程度上 应该说为 上世纪 三十年代以来 所罕见 在此情况下 今天 唐伟中 财富俱乐部 主办 全球化合作基金会 特别协办 家中企业家协会 协办了 本届论堂 非常 与人注目 相信专家们 各地 对中国经济 造成 有 尤其是